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单元 今天的来宾呢 一样是来自于我们新竹台大分院新竹医院 是我们的护理长谢宜珍 护理长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欢迎护理长 护理长您好 主播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谢宜珍护理长 好今天护理长 护理长呢 帮大家挑选的这个主题呢 是有关于我们的血液透析的生活保健 那么血液透析听起来就非常的专业 但其实呢 说的百话一点点 相信大家都能够懂就是我们的洗肾 所以今天护理长要来跟大家分享 有关于这个部分的一些相关的医疗讯息 提供给大家来参考 那在聊我们的这个血液透析之前呢 想要先请教我的护理长 就是刚刚有讲到了 血液透析就是洗肾嘛 那会来到了洗肾的这个阶段 想必是肾功能可能出现了一些状况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肾功能有哪些呢 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要讲到血液透析的时候 我们就要先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肾脏在我们的体内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肾脏其实就跟我们的肝脏功能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排毒的器官 它具有以下的功能 第一个它可以排除我们身体的代谢废弃物 第二个它可以调节我们的水分 当我们人体喝进去的水分 就是靠肾脏来做排除的 来做调节的 第三个它可以来调节我们身体的酸碱度 及平衡我们的电解值 第四它也可以分泌荷尔蒙 它是一个荷尔蒙器官 那跟我们的血压 还有骨头的健康息息相关 所以肾脏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所以听起来肾脏的功能还真的蛮多的 我们平常可能就是 验个尿去验一下肾功能 但不知道其实肾功能 其实带着我们的身体里面 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 像您刚刚讲的有代谢废物 然后还有调节水分 那另外还有像是调节身体的酸碱度 跟平衡电解值 那最后一个还有分泌荷尔蒙 这样子以上的这些功能 那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会需要进行到洗肾 也就是我们的血液透析 好 像我们就可以比喻说 我们的肾脏就是一个污水处理涨 它可以帮我们排除身体的水分 还有就是身体产生的代谢产物 可是如果当我们的肾脏出现状况的时候 无法正常的排除水分 还有身体所产生的代谢产物的时候 我们就要面临透析了 好 那如果说真的来到了这一步 相信大家一定都不愿意了 那如果说真的来到了这一步的话 那什么叫做血液透析 听起来好可怕哦 不会不会 血液透析其实就是大家一定都听过 就是我们讲的洗肾 那也有人俗称说是洗腰子 非有剂 对 没错那他就是在医院里面利用洗肾的机器 还有人工肾脏来做一个治疗 每周大概二到三次 每次大约四小时 然后来帮身体排除 身体没有办法排除的代谢产物 及多余的水分 这个就是叫做血液透析 就是本来肾脏可能如果说是健康的状况之下 它自己能够功能会运转 但如果说有状况了那就是需要靠一些人工的仪器跟方式来进行 那如果说真的来到了这一步的话 我们在日常的保健里面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像血液透析的病人最重要的第一件事 你就一定要按时的透析 因为规则的透析对血液透析的病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排除多余的水分 也可以排除身体的代谢产物 避免说我们的水分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造成的废积水 或者是说这些毒素没有办法排出去 造成身体的酸重毒高血价 然后甚至有时候可能会危害生命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 因为我看这资料上面说 要量体重也要量血压 为什么就是做血液透析的病人 他需要每天去量体重跟量血压 量体重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那每日血液透析的病人也要控制水分的摄取 那两次的透析之间的体重 我们是不建议超过他原来的肝体重的5% 所以例如一个60公斤的病人 他两次透析间的体重就不可以超过63公斤 对 所以说量体重 那量体重也可以说来帮助血液透析的病人 来记录说他每日的体重变化 来去追踪说他每日的水分的摄取 跟饮食的摄取是否有不够 或者是有超过的情况 另外血压的话也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透析的病人常常几乎都有高血压的情形 所以每日的定期量血压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作 所以在日常生活上面有蛮多要注意的事情 那这是在量体重跟量血压要特别注意的 吃的部分有没有什么要了解的呢 吃的部分的话就是要均衡的饮食 那血液透析的病人需要控制水分的摄取 盐分的摄取 还有就是一些电解质像钠 钾 铃的这些摄取 可是反而有不少的病人因为顾忌起身的禁忌 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 所以就导致说身体的营养素不够 或者是摄取的蛋白质不够 结果造成了贫血还有营养不良的情况 所以我们是建议说可以采取少量多餐的方式 或者是记录你每天的饮食菜单 来向营养师咨询吃的是否足够 就是要有专业的协助会是比较好一点的 那一般的疾病啊 通常或者是说一些胃教的宣导 通常都会鼓励我们的民众要多运动 除了刚刚讲的饮食要注意之外 都会鼓励要多运动 那多运动对于我们血液透析的病人来说 是需要的吗 对 其实不只是血液透析的病人 像我们一般的民众 规则及适量的运动其实是都很重要的 像规则及规律的运动 可以延缓身体功能的退化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压 排除水分及缓和压力 这个对血液透析的病人 其实都是有益处的 OK 好 所以还是要多运动 对 那我们其实是建议说 我们可以评估自身的体能 然后来选择一些比较缓和的运动项目 来培养我们的运动习惯 所以像有一些游泳 健走或者是练太极拳 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 蛮适合的 就不要太激烈 对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跟您请讲 因为您刚刚有讲到说 我们的这个血液透析的病人 蛮多都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那像这样子的季节在转换的时候 尤其温差又比较大 如果说遇上了我们这个血液透析的病人 这样子的温差这么大 对他们来说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其实像最近天气变化温差这么大的话 我们是建议血液透析的病人 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的动作 那手套 口罩 帽子这些一定要准备好 每日洗完澡还有就是起床离开被窝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再添一件衣服 注意保暖 避免温差大的问题 因为血液透析的病人抵抗力比较弱 所以这个冬季的一些温差变化 保暖的动作就变成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也要 其实要提醒血液透析的病人 记得一定要亲洗手 戴口罩 如果有任何的不舒服的话 就要立刻去就医 好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护理长 能够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的 有关于血液透析的一些讯息 那也提供给大家来参考 谢谢护理长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您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今天的单元就先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更多的医疗讯息 我们就下次见啰